大家有沒有想像過這樣的情境 一位曾與自己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太太 突然搖身一變小明星 還鬧出滿城風雨的出鬼人夫事件 這樣的戲劇性一幕說的就是龍亭 話說現年43歲 因為無線節目中年好聲音 而一夜成名的龍亭 在早前7月16日的時候 被狗仔隊野生捕獲 和已婚音樂製作人優雅為甜蜜互動的情境 當天龍亭新穿粉紅色西裝外套配牛仔褲 現身尖沙咀的宣傳活動 工作後他迅速換回白色西褲 及拿着兩大袋衣服 匆匆獨視離開活動現場 急急腳直奔上了一架 早已停泊在外面的銀色私家車上 而車上的司機 就是舉辦過漁包場演唱會的資深演唱會製作人優雅葵 優雅葵先是載龍亭到九龍灣的Mega A Box 兩人抵達後分工合作 女方到車仔面當走位置 而南方則往戲院買定六點長的電影 九龍城寨之為盛氣票 然後到餐廳會合 挑選食物時 兩人有料有講 並選了在角落的位置共餐 不過因龍亭的人氣旺盛 期間都被粉絲認出 兼要求合照 而優雅葵便用眼睛手望著女方 關懷備誓 吃飽後 兩人結伴上戲院觀賞狗片 但保持距離 看完電影後 由於龍亭當晚要到電視城工作 體貼的優雅葵為怕女方肚餓 便宰了他到日出康城市米線 找到位置後 優雅葵負責叫餐 而龍亭便到一旁拿水 期間 他亦不忙偷望南方 一臉甜絲絲的 縱使兩餐都視光顧平民食店 但有盛飲水飽 醉雍之意在於相對談心 飯後 當兩人前往停車場取車時 龍亭慢慢貼近優雅葵 更挽著他的手臂 而南方亦甚有風度地為女方開門 走到僻靜處 眼見附近沒人 龍亭忽然偷偷地 將手輕放在優雅葵的屁股上 跟著調皮地連番拍打 而對方也一臉受用 上車後 兩人又相視而笑 情到農事 龍亭趁停車場人職刊事 主動將叫他移向優雅葵 接著他輕踏南方的肩膀 然後情不自禁地送上櫻桃小嘴 而優雅葵逆落於迎接 一對男女變身接敏如 享受浪漫時光 一系列互動下來 明眼人都看得出 這兩人就算不是有私情也有愛媒 若然這些關係 放在男未婚女未嫁那女 大不了即算是感情曝光 但惹人非已的事 優雅葵其實有一位結婚30年的太太 對方橫視前無線製作統籌 兩人若有一個女兒 在日本留學 優雅葵的個人帳號 經常都分享跟太太的合照 每年太太的生日 或者結婚週年 優雅葵都會送上蛋糕慶祝 皇會留言以根據表達愛意 這樣一來相當於坐實了龍亭勾搭人夫的惡行 儘管在偷拍曝光之後 優雅葵和龍亭雙雙否認彼此有私情 只是一個境地強調 大家是清清白白的老朋友關係 當日見面只是為工作 拍屁股視角度疑異 我都感覺不到他怕我 說到激吻更誇張 只是朋友式的Hello Rikis 真了一口臉不是想的那樣 我和老婆結婚好久 也已經和老婆解釋清楚 我也不是這樣的人 優雅葵還稱和龍亭 早在2017年 經唱片界朋友介紹下而認識 直至去年再公開場合重遇 希望將來可以合作開演唱會 優雅葵坦然和龍亭 此限於工作上見 其他時間不會私下見面 同時就事件向太太及龍亭等事協 但坊間明顯就不信服這個解釋 隻一個境地指責龍亭威胡離證 就算無線親自派公關外強調 他們只是純粟友誼 也無法力玩狂難 最終導致優雅葵 不得不清空社交網絡來避風頭 然以神奇的事 相比起優雅葵亡著歸縮避風頭 龍亭那邊 卻有仍著風口浪尖越戰越勇的姿態 這筆 他昨天再次被拍到 和另一位成熟中年男堅 並肩擴階的照片 雖然兩人全程都沒什麼親密互動 但是龍亭那沒收莫造笑希希的表情 似乎在和大家說 你愛我不可 眼見及此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龍亭 這其女子到底有什麼背景 說起這個背景 你漫漫想不到 他六年前 黃氏修基灣一位普普通通不起眼的人妻 原來龍亭出生於瀋陽 一直都在內地定居 後來跟隨丈夫到香港生活 開始在街頭獻場 當時就以小有名氣 2019年他回到內地參加央視的星光大度比賽 第二年就成功登上央視春晚 雖然有央視春晚這個亮眼的履歷 但是內地樂壇的優秀場將多不勝數 甚至長江後浪推前浪 所以龍亭很快就後曆不介尋下來了 之後就在陰差陽錯下 又回到香港當起了街頭歌手 就在龍亭勾搭人夫的是非鬧得滿城風雨之後 又一位自稱是他的前鄰居爆料 龍亭在2018年的時候 與自己在沙基灣某小區 思想下樓層的鄰居 這位鄰居發文稱 誰會意料到幾年前我家的人現在是個小明星 這網民表示在2018年 與龍亭成為朋友圈好友 那年我住在港島沙基灣 有天盡電梯看見他 是不是港人其實比較能辨別出來 所以我和他對話了 結果他是東北人 很熱情 還要我改天去他家坐坐 處在比我高的樓層 然後我確實去了 不出意外挺小的 一個屋上下床一個屋大床 香港屋子都很少 屋女環遊應該是他婆婆 他是有老公和小孩的 應該是老公過來工作就一起來了 還透露當天去他家聊天 見到婆婆在家 老公和孩子應該是去上班及上學了 這網民還說 非常非常的人 開朗大方熱情 看到他當時發在 旺角唱歌的照片 真的有些驚訝 同時其還有再造代購 誰能想到 如今已是和汪名全合唱過 還有非民的小香港名聲 而龍亭這疑似已婚以獄與婆婆同住的經歷 也在他曾經參加過的 聖光大道節目上得到認證 佳恩有人留意到 當時龍亭上節目唱歌的時候 導演多次切換特寫一個小女孩 坐在老婦人帶腿上的特寫 有人懷疑那女孩就是龍亭的女兒 在以上種種網料曝光之後 龍亭的婚姻狀況感情 經歷一時之間破縮過來 不過那倒也不奇怪 這個女人畢竟42歲了 時間總會創造出種種 或狗血或坎坷的故事和經歷 而這種有故事的女人 正是無線需要的網行體質 皆因光鮮亮麗 無限可擊的美貌花彈 無線一直都不決 決的是龍亭這種背景神秘 卻有願意沒收沒躁地 制出自己的故事來造勢的熱情中旅 早在參賽中期間 聲稱單身的龍亭 就因多次與丁文俊合唱 而成為非民情侶 之後他們更無線安排合唱 天龍百寶的主題曲 萬水千山縱黃 不過他否認兩人私下有戀情 我們沒什麼的 我們是愛人 娛樂大家 有沒有機會發展 都市朋友 龍亭談論私生活少之又少 並且強調私人生活 就簡簡單單沒什麼 工作的成就感 較感情靠得住 當談到擲偶條件時 他就表示 要求的條件 是不需要帥仔和小鮮肉 有才華從要設 讓我覺得他是為我好 好疼我 年紀大點 經驗和能力會強點 最起碼有問題時 可以分享下意見 不過翻查龍亭的社交平台 可以發現他的確喜歡結交一班事業 有成的成熟已成 當中包括幫助他舉辦演唱會的 長市大王 契爺陳鼎賴 此外 鞋王鄧堅群也曾邀他出席 結婚55周年的紀念晚宴 以及物流業大亨留寫又 於前年榮獲第十七屆世界結出華人獎時 隆亭也有到場祝賀和影相 此事回到出軌人夫這件事上 原始人到中年的隆亭已經頓悟 情愛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值錢的東西 所以才會這樣沒修沒躁地逢場作起一番 就算被千夫所指 也權當隔開蘇養 隔岸觀火 只能說中年人一旦修煉到了麻木不仁的境界 究實是內他不可啊